所以说这怎么说呢 只能说魏忠万老师他的这个天赋太强了 纯纯就是老天爷赏饭子嘛 魏忠万老师虽然说是小的时候吃过苦 但是绝对是属于那种天赋型的表演人才 这里呢我说两件事情你马上就明白了 第一个呢就他呢年轻的时候啊 你就发现一个特点了 你让他去干个手工火之类的 笨手笨脚的一点都不灵光 年轻的时候下车间 这个当过四年车间工的 老被人批评嘛 但是你要他去搞表演呢 你不管是演个京剧还是说演个戏啊 那真的是如鱼得水 一个是由衷的喜欢 二的一个呢确实有天赋 他是上戏毕业的嘛 那基本上学校排作品的话 都会被人推推荐去当主角 这没别的就是天赋 还有一个事情呢 就是他人生当中演的第一个电影呢 是一个跟八个 这部戏的主角呢 这个老观众应该知道 陈道明跟陶泽如嘛 对不对魏忠万里面他不是主角 就是个小配角演了个老兵 但哪怕短短的 那么十万分钟的这么几场戏啊 他的这个表现呢也是相当惊艳 当时这个电影的一个摄像的小小伙子 看魏忠万老师演戏就看呆了吗 他说你这个演戏怎么会演得这么好的